第十回 海外见骑兽 深山遇故交 各位看官 上一回我们讲到 糖熬吃了红色的草 增长了力气和智慧 可是他的肚子突然疼痛难忍 他这是怎么了 有没有危险呢 我的肚子好疼 妹夫 你可别吓我呀 刚出海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林志阳可担当不起呀 妹夫 你怎么样了 糖兄弟 糖兄弟 要不先回船上 好疼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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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是怎么了 原来是憋了一个屁呀 妹夫 你感觉如何啊 哎呀 好多了 肚子不疼了 身上 哎 也畅快了 啊 想必是那仙草 能把妹夫体内的浊气 赶出去 不知腹中是否空发 旧日所作诗文 还依旧在腹中吗 哈哈哈哈 哎 奇怪啊 小弟起初吃了猪草 细想旧时所作诗文 明明全都记得 谁知刚才腹痛之后 再想就做 十分 只记得一分了 其余九分 再也想不起来了 这倒也奇怪 记忆怎会 顷刻间就忘记呢 嗨 这事有何奇怪啊 据我看来 妹夫想不出的那九分 都是下等文章 又臭又长 竹草嫌它有些气味 把它化作灼气排出 其余一分 都是上等文章 并无气味 竹草容它留在体内 如今好好的在你腹中 自然一想就有了 如若不信 妹夫想想 种炭花那篇文章 可还记得 啊 记得记得 那篇文章 既能夺得炭花 必然是好的 才能忘记 那就是了 妹夫平日的习作 将来如要印成册子 就按我说的 不需托人去选 就把今日想不出的那九分 全都删去 只留想得出的那一分 保准都是好文章 九公啊 竹草有这好处 你为何不吃两颗 你年轻时 不是也做了不少文章吗 老夫虽有些漏文 恐怕赶出浊气 连一分也想不出了 林兄为何不吃两只 干干浊气 我这腹中 不过是酒囊饭袋 若说书嘛 无非酒精食谱 哪能比得上 二位学者 怪不得妹夫 爱好游山玩水 今日见到这些 奇珍异寿 仙草仙花 果然姐们 哎 林兄刚才说果然 凑巧 果然 他来了 只见山坡上 有个奇怪的动物 形如猿猴 浑身白毛 身上有许多黑条纹 身高不过四尺 后面还有一条 二尺鱼长的尾巴 由身子盘至顶上 毛长而细 夹下许多黑胡子 这只动物 正守着一只 死去的同类 在那里痛哭呢 哎 看着模样 像一个落腮胡子的人 不知为何 这般啼哭啊 九公 难道 他就是果然吗 没错 此兽正是果然 又名 燃兽 此兽同类间 最为忠义 猎狐们 喜欢取其皮毛 贩卖货利 这方法嘛 说起来有些残忍 往往是捉住一个打死 放在山坡上 如有路过的同类 便会在一旁啼哭 任人抓去 并不逃窜 你我看啊 这只死的果然 必为猎狐下的诱饵 待会儿 猎狐便会来捉活的了 好奇怪的风啊 不好 大家快到树林躲躲 怎么回事 嘘 躲下 别出声 三人刚躲到树林里 忽然 一只老虎 从山上跑了下来 那只哭泣的果然见了 虽然吓得发抖 却仍然不肯离去 老虎如山崩地裂般 吼了一声 张开血盆大口 咬住了死果然 这时 从对面的树林里 飞出了一只剑 直向老虎脸上射去 老虎中了剑 疼得吐出了死果然 大吼着崩了起来 离地树炸 随即落下 四脚朝天 再也不动弹了 三人仔细一看 那只剑正好射进了 老虎的眼睛里 哎呀 真好神剑 果然 剑血分毫啊 九公 此话怎讲 此剑乃猎护放的毒剑 是用毒草所制 猛兽若中了此剑 任它再怎么凶狠 也会顿时血脉凝结 气门紧闭 所以叫剑血封猴 不过 这虎皮最后 难以射进 这人便把剑 从虎眼射入 因此 要性发挥更快 如若不是本领高强 怎能有此神剑呢 此处竟有如此能人 待会儿出来 都要会它一会 啊 又一只老虎 快跑 妈妈妈 你们仔细看看 这分明是一个人 劈了张虎皮罢了 哎 还是位美貌少女呢 哎 好利索的伸手啊 此女子三下五出二 就把老虎剥皮摘心 别看她年纪轻轻 却已是老道的猎户了 真是令人佩服呀 姑娘慢走 我有话说 三位张哲 小女有礼了 不知三位尊姓大名 为何致辞 啊 在下唐敖 这位是多久公 这位叫林之阳 都是从中原来的 哦 请问 岭南有位姓唐的 号叫乙婷 您可认识 乙婷正是在下的字 不知姑娘何以得知 啊 原来唐伯伯在此 侄女不知 还望恕罪 请受侄女一拜 这 姑娘快快请起 请问姑娘尊姓大名 为何如此称呼 府上还有何人 是才取了虎心 有何用处啊 侄女 乃大唐人士 姓洛名红菊 父亲曾任长安主部 后降为李海城 殷童今夜薄薄获罪 不知去向 官差前来 鸡不家属 母亲身怀六甲 无处存身 同祖父逃至海外 生下侄女 在山中古庙 勉强度日 此山荒无人烟 尽可藏身 不想去年老虎 竟将古庙毁坏 母亲受伤 疼痛而死 侄女历史 要杀尽此山之虎 替母报仇 刚才用毒箭射伤老虎 取了虎心 正要回去祭拜母亲 没想到 遇到了伯伯 侄女早就听祖父说 伯伯与父亲 曾一劫金兰 所以才如此相称 哎呀 原来你是 骆宾王兄弟之女 你能逃出中原 真是万幸啊 不知老伯现在何处 身体可好 还请侄女 带我前去一见呢 祖父就在前面庙内 伯伯既要前去 侄女再前引路 说吧 唐鸥三人 跟骆宏渠 来到一个庙前 庙门上写着 莲花庵三字 四面墙壁都已腐朽 只剩神殿一座 相仿两间 却无僧人 此处光景 虽然颓败 却怪石纵横 壁入丛杂 把这古庙围在其中 倒也轻雅 就是这里 爷爷 你看谁来了 红麒呀 谁来了 老伯 我是唐鸥啊 骆宾王的结拜兄弟 老伯在上 请受小侄一拜 你 你是唐鸥 哎呀 没想到 竟在此处相见 快进屋 这两位是 哦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 这位是多久公 这位是林之阳 都是从中原来的 老先生 老先生 你好啊 老先生 二位快请坐 不要客气啊 能在海外见到老伯 唐鸥顺势欣慰 想当初 哎 容易逃至海外 生下红麦 生下红麒 孙女 就在此处 艰难度日 曲指算来 哎呀 已一时四载了 老伯 你们受苦了 去年老虎压倒房屋 而其受伤而亡 红麒 因此 弃了书本 重拾武枪弄棒 操练武艺 要替母亲报仇 他自知白布剑衣一剑 是要杀尽此山猛虎 放肯罢休 果然 有智者施敬成 上月被他打死一个 今日又去打火 谁知 哎呀 恰好遇见贤侄 这真是万里他乡 欲故知 可谓 三生又幸啊 都是缘分啊 哎呀 哎 只是老夫 年一八旬 时常多病 哎 现在此处 住孙女外 还有 如母 老仓头二人 老夫啊 是被通缉之人 不能回到故土 红麒孙女 正是少年 困手在此 终非常测呀 呃 贤侄 我有一事相求 不知你 能否答应 若能辽 我死而无憾了 这时 骆龙老伯 向唐敖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有什么事相求呢 唐敖会答应吗 各位看官 咱们呢 下回再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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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